祝贺大家经过四年的学习 终于来到了收获的季节 作为老师 我由衷地为大家感到高兴 无论是继续升学 还是走向社会 前方的真诚已经展开 也许今天才是一个真正的起点 是的 每当这样的时刻 我们常常这样说 起点是希望 是挑战 是蓄势待发的力量 而终点 无论多么美好 似乎都意味着告别与结束 因此 人生之路需要不断寻找新的起点 你们的故事 也将展开新的篇章 不过 站在诸位四年本科生活的终点 我还是想请大家思考一下 终点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者说 什么才是真正的终点 我想从一个重要 但常被忽略的概念说起 那就是指 中指的指 我想与诸位分享三句 先行经典中的话 首先是荀子中的话 学也者 故学 指之也 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在劝学中主张 学不可以倚的选词 在解闭片中却提出 有时候 勤奋与坚持 非但无法帮助我们抵达真理 反而会让我们在无休无止的重复中 迷失自我 因此 学习的要义 就在于通过不断的探索 怀疑 反思 调整 最终找到真正的终点 在这一过程中 找对终点 有时比抵达终点 更加重要 在日渐内卷的今天 荀子的这一论述 由具启发性 北大曾是你们十年寒窗 追求的终点 后来 毕业 考研 工作 又成为你们努力的终点 这些终点似乎早就确定 剩下的 唯有奋斗而已 只是 当许多人 拖着疲惫的身躯 抵达终点 在胜利的狂欢消失之后 却对终点 感到困惑 焦虑 只能 迫不及待 寻找下一个终点 在不断的奔跑中 赋予生命的意义 希望荀子的论述 能够帮助大家 找到属于自己的终点 其次 是大学中 大家熟悉的名言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 止于至善 大一时 你们踏上大学之道 到了大二 你们 关照内心 启发明德 大三的你们 钻研 专业知识 并通过他们 成为新的自己 现在 是考虑 止于至善的时候了 四年里 你们与中外经典对话 在科学的海洋里 遥游 你们都曾经触摸真理的光辉 感受到至善的力量 但如朱熹所言 职者 必至于事 而不牵之意 终点 不是到此一游的打卡地 只有付出持续 艰苦的努力 才能真正 把握终点 你们用四年的时间 逐渐遗忘了 高中掌握的各种知识 也许 你们还会用更快的时间 忘记大学课堂的知识 但希望 你们永远铭记 在奄远 感受真理 与至善的时刻 愿北大人的荣誉 和责任 与你们相伴一生 第三 是周易壁卦的一句卦词 文明遗址 壁像的卦像 是象征文明的离卦 在上升过程中 遇到象征山的梗卦 被其所阻止 传统解释 大多强调文的重要性 但我却对纸字印象深刻 近代以来 我们用文明翻译 Civilization 后者的内涵 几乎重塑了 国人的文明观 E-Civilization 对应的概念 是Barbarism 也就是野蛮 因此 文明具有绝对的正当性 但是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 文对应的 不是野 而是智 也就是自然 文智彬彬 然后君子 古人追求 文智之间的平衡 这就为我们思考 文明的正当性 和局限性 提供了新视角 或许文明 也应有它的终点 作为一个文明人 应始终保持 对于自然的借局 和谦卑 这自然 既包括外部自然 也包括人类 复杂而多变的内心 我们固然追求 勇气 坚毅 自信 乐观 但是 也请坦然面对 并善待 我们内心的恐惧 怯懦 自卑 犹豫 为他们 留下空间 与尊重 因为他们 与生俱来 甚至比文明 更加古老 从自行看 直 就是我们留下的脚印 它代表你 曾经注意的地方 但只有你抬脚离开 才会看到 自己的脚印 意识到 那里的价值 无论是个体 还是人类文明 我们都将 不断前行 但在这个 属于你们的日子里 请大家 停一停脚步 尽心感受 终点的力量 最后 祝同学们 毕业快乐 愿你们 都拥有 美好的人生 谢谢